恩典365 365天我们天天一起活在上帝的爱和上帝的恩典里面 真的如果每一天可以这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是很大的祝福 可是每一天的爱和恩典里 每天都可能有高山低谷有很顺利的时候 当然也会有很挫折的时候 这段时间我们分享说在一个家庭遇到这样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一起同担重担 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家庭 就是亚伯拉罕和萨拉 这个家庭在一路跟随主的路上 其实有好几次他们遇到 眼看着就要走向一个很大的困难里面 而这对夫妻怎么样一起同担重担呢 我们还是说这又是一个见解 亚伯拉罕每次都说 你到前面去 我躲在你后面 其实两次亚伯拉罕犯同样的一个毛病 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很被提醒 一个男人当家庭出事的时候 是躲在太太后面的 说你去扛 放我一马 两次同样的一个问题 一个人如果不是真实的悔改 我们就非常容易在同样的一个问题上 一再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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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就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 他说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那就是一个真实的悔改 结出果子来 不是永远悔而不改 我常常在分享说 我们华人这个词用得真好 悔改悔改 他其实讲两件事 一件事叫做后悔 另外一件事叫做改变 后悔不难 做错事了就很后悔嘛 哎呀我就不应该买这个房子 哎呀我就不应该换这个工作 哎呀我就不应该这个移民 后悔不难 因为事实就是后来情况不好嘛 后悔 可是后悔不代表有改变 也就是说我们真的常常是悔而不改 我相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每个人也都会面对 我此刻正在面对的一些状况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相信上帝让你今天看到这一集的恩典365 真的不是偶然的 也许主对你说 不要只是后悔 不要只是说 啊早知道 每一次当我们说早知道 那就是已经太晚了嘛 就已经不是早了 就已经太晚了 但是光后悔没有用 后悔不能够改变任何的情况 可是改变会带来不一样 也就是说至少下一次 我不会在同样一个地方摔一跤 再摔一跤 我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亚伯拉罕被摆在圣经里提醒我们 同样一个严重的错误 我为什么要一犯再犯呢 第一次做错了 他要花多少力去 去赢得他太太信任说 我嫁这个男人没嫁错 不要下次出事了 他又把我丢掉 可是第二次 他在同样一个地方 再摔一次跤的时候 恐怕他要花加倍加倍加倍的力量 才能够赢回家人对他的信任 我们一起学这个功课 悔而且要干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